沒有玩到我們是不是請介紹說明一下今年萬聖節的特色亮點 今年萬聖節特別精彩 我們有大概在今天晚上就會開始點燈 然後在25號就會有光雕的表演 然後在26號也會有這個變裝的大遊行 包括我們小公式還有紅鼻子馬戲團 還有澳洲的Curious Legend等不同的這種團體 還有各校所組成的遊行隊伍 歡迎大家都能夠在學校的時候 能夠有各式各樣的作品都帶來 大朋友小朋友一起來 今年的最大的亮點就是超大的南瓜 總共會有22公尺高 比黃色小孩還大 所以精彩可奇 其他就容我保密 高雄是不講武德的城市 所以來一定會有很多的經驗 歡迎大朋友小朋友萬聖節到高雄 好棒 好 謝謝 請問一下今天介紹一下今天的狀況 然後當天會不會可以保密一下 這個要保密 這個要保密 這個容我做一點保密 不過我想我們也鼓勵不管是學校啦 或者是家長啦 都能夠發揮自己的想像力 因為這個萬聖節是屬於每一個人的 不僅說是有表演 其實更重要的是說 我們也強調親子的互動 還有表演者跟我們的觀眾 參與遊行的人 大家都是這個活動的一份子 好 其實我也不曉得我是什麼 還不曉得 他們要惡整我 這個 細血鬼 細血鬼 真的 好 來來來 來來來 哇 非常感謝啊 市長 漫漫市長 跟我們啊 在2024高雄萬聖節和小公事一起合作 哇 我10月26號27號啊 舞台上面的表演 我們也是全員出動 然後呢 還有封接塗鴉 對不對 還有裝扮 除了有剛剛講的大大大的南瓜 我們有大大大的皮擦 他是皮擦 他叫皮擦 口袋小子 我們還有大大大的扭蛋 主要我們這次吃到一件 就跟小公事相信的事情一樣 這大大的世界 從小小的開始 小朋友是我們最關心的 也希望小朋友 跟我們一起來參加這次的活動 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那 這樣子我們是不是要 好 可以啊 那個 有沒有要問今天的 哦 主題喔 不要穿這樣 穿這樣 OK啦 OK啦 OK 今天 最主要是 邀請翁正浩老師 他 他是在 國內 這個 駭客協會的 這個 李市長 那 對於 現在 大概整個 包括說 過去我們傳統的 這個 電腦 網路的作業環境 那現在也因為 AI的 這個 逐漸的 應用服務更加的普遍 哦 那當然對於 這個 這個 駭客的攻擊 哦 也 隨著 這個 這個 AI的發展 越來更 多樣性 大量性 更複雜性 哦 那所以 也會 這個 特別 邀請 這個 這個 翁老師 能夠在 資安上 哦 尤其 AI怎麼應用在 這個 攻擊跟防疫 啊 這個都是 非常重要的一些課題 啊 也在我們 啊 市府在提供 啊 未來很多的這個 這個 AI的應用服務裡面 那給予我們怎麼樣能夠 啊 有更好的這個防疫 來強化我們資安的工作 好 謝謝 好 謝謝